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起来Focus全球新闻 在礼拜一我们Focus了日本的北海道降雪 东京骤冷 只剩11度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中国也降雪了 在中国的黑龙江 新疆 内蒙古 甘肃 山西 全面受到强冷空气的影响 陆陆续续都降雪 要注意的是中国有所谓的供暖时间 还好大部分地区是10月20号 就是刚刚结束的周日启动供暖 不然的话这个突如其来的降雪 非常挑战供暖应变的能力 然后特别注意的是黑龙江墨河 这次是提早10多天供暖 显然是对于极端气候的走向趋势 有一番了解 而新疆阿勒泰持续降雪 所以当地的高山滑雪场提早开门 另外甘肃有中国最美100公里称的洛克公路 受到冷空气的影响 虽然沿路银色世界粉雕欲灼 非常漂亮 但是由于它积雪融化 多个路段结冰 因此这个最美公路也成为 显向还生的公路 当秋天的绚丽色彩 正从北到南逐步覆盖 中国所坐落的亚洲大陆之际 一波新的冷空气 却让中国的甘肃 黑龙江以及新疆等地降下暴雪 短短一夜之间整座城市换上 银装素果的新气象 民众也穿上羽绒外套 抢进被白雪覆盖的森林里 仔细感受出冬气息 但有游客因为不熟悉雪地上的交通 在黑龙江追雪期间 不慎坠入道路旁的深沟受困 黑龙江当局也赶忙派员到各地道路 展开扫雪与防滑工作 加强雪天的道路安全性 针对本轮降雪 提前将清雪设备布置在关键点位 今天凌晨 我们三点多钟就开始清雪作业 全力为人民群众安全出行 保家护航 墨河等部分城市比原定计划 提早十多天开始供应暖气 而整个黑龙江省则是从周日起全面供暖 在外边挺冷的 一进屋之后就感觉 开了门就感觉挺暖和的 由于当地主要依赖燃煤来供应暖气 光是哈尔滨第一热电厂的燃煤储备 目前就有30万吨 我们日毫米量大约能达到6500吨左右 那么在最冷的那个极寒天气时段 我们可以达到8500吨 至于甘肃山西等地在冷空气影响下 则是持续出现雨加雪的天气 而且因为温度不够低 积雪过一段时间就会融化 这让道路更容易结冰 也因此导致有着中国最美100公里称号的 甘肃洛克公路 如今不仅沿途有美景 更有重重危机 由于此路段海拔较高 夜间道路很可能会结冰 在此我们提醒过往车辆 佩戴好防滑链 备好应急物品 积雪路面缓慢通行 谨慎驾驶 至于上个月已经先降下出雪的 内蒙古与新疆阿勒泰等地区 如今城市内几乎看不到 一丝秋天红夜景色 道路两旁的树木已经全被白霜包裹 不少草场更是被大雪覆盖 导致原本在草地上放牧的牛羊 只能回到相对拥挤的牛棚内 使牧民们提前准备好的草料过冬 土地提前被裹上厚厚的积雪 让牧民得为动物们的冬季食粮伤脑筋 同时却也让滑雪场得以提早开门迎客 例如新疆阿勒泰地区这座海拔3100公尺的滑雪场 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日宣告雪季开始 昨天联谊过来 今天早上我觉得我应该是全山第一个 天还没亮 五六点钟就已经从那个口径来的了 大家都已经摩拳擦掌 大半年就等着这个开玩的这一刹那了 我们现在心情非常的激动和开心 抢到头香的滑雪爱好者们 对于今年的雪况赞赏有加 更期待接下来将近半年的雪季 能够尽情享受雪地上风驰电掣的快感 这边开板是属于全国最早 最早能滑上雪 然后今天整体第一趟滑下来感觉还不错 雪比较粉 至于河北等地目前虽然还没有开始下雪 但气温普遍溜滑梯 河北行台甚至出现8度低温 比前一天整整降了10度 今天感觉凉风突然就迎面而来 就特别冷 感觉今天还是穿少了 河北张家口虽然阳光普照 最低气温却是跌到零下8度左右 当地被迫提早启用供暖系统 在中国大陆北方与西北方 普遍出现降温甚至降雪的同时 中国南端的海南岛 却将再次遭遇台风侵袭 今年第20号台风谭美 今天凌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生成 中央气象台预计 谭美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 向西北方向移动 最新生成的谭美台风铺台几率低 但大陆南方沿海与海南岛 却是几乎躲不过 而且强度预估可能是中台以上 至于谭美会不会像上个月初 登陆海南的摩羯台风一样 在当地造成近百人死伤 与严重农损 仍需观察台风未来发展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